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株我最近心得的非常特别的卡特兰 你没看错,这是卡特兰,一株花叶的卡特兰 是不是非常特别啊? 它真的很少见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这样的卡特兰 之前都只在网上看到过 它的名牵呢,在这里 Cathlea Muscobe Variegata 这个Cathlea Muscobe呢,是一株非常重要,非常有名的卡特兰 通常你见到的白色卡特兰有两个花瓣 在花瓣的前端呢,有一个扇形像鱼尾一样张开的色斑 通常是红色或者紫色,而且有香味 这一类的卡特兰呢,几乎所有的卡特兰呢,都是源于这个Muscobe 全部是它的杂交品种 其中有一些呢,非常有名 比如说Chinese Beauty,Golf Green,Taiwan Queen,这些呢,都是它的杂交后代 眼前的这株呢,就是Cathlea Muscobe 我当时呢,看到它有虫子,所以呢,我给它换植料 打开以后呢,它的根呢,非常不好 只有两三条呢,是活着的 这两条呢,比较长,仅此而已 而且呢,它好像是有点向上,倾斜着,往上爬着长 它的杆子呢,倒不算少 可是的话呢,我把它从最老的三杆呢,剪掉了 因为我看到上面呢,有芽眼 我希望呢,它能长新芽 可是呢,它特别深 假如我放在这个盆里的话呢 希望这个新芽能够接触到这个植料的话呢 这个最老的杆子呢 就到盆底了 所以它有新芽的话呢,也几乎长不出来 所以我就把最老的三杆呢 剪下来,放在旁边 它的叶子看起来呢,挺健康的 应该是从台湾新来这边不太久 但是呢,根不好 可是呢,杆子呢,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所以的话呢,我不确定它能开花 即便能开花的话呢 我可以看一眼花 但是立刻呢,会把花呢,剪掉 因为我希望呢,能够保留它的株质健康 这一株很难得 我可不想失掉它 这株卡特兰的优点呢,看起来蛮多的 首先呢,叶子实在是太漂亮了 叶斑呢,极为清晰明显 每一片看着都特别漂亮 而且呢,它个头不高 长得紧凑 这是一个大大的优点 而且再看呢,它的老叶子 似乎的话呢,都开过花 我其实不能确定它是有没有开过花 但是,至少有两感呢,看起来之前像是开过花的 所以它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容易开花 而且它的花呢,有香味,也很美 总的来说呢,我是非常开心 有机会呢,能得到这样一株并不太常见的卡特兰 希望呢,它能在我手上呢,健康成长 枝繁叶茂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呢,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